她自称中国第一芭比 为了变成真人芭比 据说在脸上动了108刀 自此的吃饭不敢张嘴 不敢做表情 这样费尽千辛万苦 整成的脸真的好看吗 她在整容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本期 绑绑跟大家聊聊 真人芭比 迪丽拉 在广大网友心中 芭比娃娃是存在虚拟世界的二次元 但百万网红迪丽拉 就用一张神似芭比的脸 了解过的会知道 迪丽拉是中国混血少女 她有着四分之一俄罗斯血统 从小长相精致 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喜欢芭比的她 经常把自己打扮成芭比娃娃 长大后对芭比的喜爱 更是有增无减 2017年参加魔幻衣橱 被大众广泛知晓 凭借出众的长相 又被邀请参加 网红养成的节目 迪丽拉跟其他网红不同的是 上妆后的她 演二次元芭比娃娃 纯净蓝色大眼 几乎占据了她的半张脸 如果她不动也不笑 估计会有不少人 认为这是大型芭比娃娃 不过为了这张 神似芭比的脸 迪丽拉付出了 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 据说 她花费上百万 动了108刀 经过漫长的修复期 操了这张 看似精致的脸庞 但迪丽拉 这一百多刀的罪 并没有白兽 远远看上去 她就像等笔放大版的 芭比娃娃 小巧至极的樱桃小嘴 略显僵硬的脸型 拔地而起 快要戳破天际的鼻子 还要远远超出 正常比例的大眼 穿上华丽公主裙 穿梭在城堡一样的房间 简直是从童话故事中 走出来的小公主 不过随着整容质疑 愈演愈烈 迪丽拉也在节目中 击碎自己的整容传言 她自信表示 在妈妈肚子里就整好了 凭借真人芭比的噱头 换头成功的迪丽拉 迅速走空网络 但随着来的 辨识各种质疑和吐槽 网友对她的评价 都是整容过度 不像人 甚至还有人 劝她当个正常人 不要把自己 打扮成这副模样 对网上所有质疑 迪丽拉通通视而不见 反而在短视频 发展得风生水起 凭借颇具辨识度的脸 她的公主与猎人 灰姑娘系列 有着高达两亿播放量 王子最近要举办一个舞会 我可以参加吗 我希望能见到你 我等你过来 至于迪丽拉 没整容前到底是什么样子 其实她在直播中 也曾以素颜模样 坦然相对 虽然的她没有蓝色大眼 满脸塑胶感 但还是能看到整容的痕迹 现如今整容在 现在社会中越来越普遍 不少往后明星 斗过微整的痕迹 整容可以换头大可不必 当你把整容 变成一个噱头 就会对日常生活 带来诸多不便 迪丽拉现在的脸 每天化妆成了必备日常 如果不化妆 苍白的就像个女鬼 化完妆的她 更像是移动的蜡像 塑胶感满满 而且迪丽拉 为了符合硬刀小嘴 把嘴整得过小 导致她现在吃饭 都成了问题 所以她在聚会时 往往全程不吃不喝 面对网上各种的流言蜚语 迪丽拉十分宽容 她从事这门职业 对大家的质疑 她能够理解 退去农庄的迪丽拉 只是一个小女生 她对社会也没有任何恶意 也不求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希望大家不要否定她 宝宝以为 关于迪丽拉 她对芭比的执着无庸置疑 如果没有十分的热爱 不会将自己整成芭比 一个女生敢在 大众有色眼镜下 依旧坚持梦想 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大家可以不喜欢不理解 但请不要过度评价 那你对真人芭比 过度整容怎么看呢